中国的成长引擎其实是 它有正的方向也有负的方向 就如同您刚才提到的 在美国的话有正的有负的方向 当然美国的我很明显的来讲 它一定有这个slow down 这个我是可以感觉到 我最近做几个诟病的案子 就是美国的公司要来 但我觉得它没有那个胆识 没有那个胆识 它出手不敢很难 因为它说它觉得整个的市场 整个在slow down 所以它不敢 它是要来买台湾的公司 但它不敢出手货很高的这个价格 那在这个中国的这个成长引擎里面 其实有两个方向 一个是中国刚刚讲世界工厂 另外是一个中国市场 如果你是以这个世界工厂 其实受到很大的这个打击 所以台湾的这个公司 你看到这个第一个人均地的升值 第二个外销退税的这个取消 第三个这个有这个 新的这个大陆的这个劳动法 第四个的话 有些很多这个环保的法令 那你很多这个台商 特别是在珠三角地区的台商 你不能这个转型 你只好就转移 不想说转型是一个升级策略 转移呢 就转移到这个越南去 你刚刚讲的很对 所以大家就好像只有 这个转移到越南去 那么越南 将来越南这个过了五年时间 以后你要再转到哪里去 难道走到非洲去不成吗 所以这个地方大家要思考 就是说是要这个价值的提升 要value up 而不是这个价格的降低 cost down 所以台湾现在很多的时候 还是没有跳出这个思维 没有跳出这个cost down的事情 你的确应该是讲的没有措施 要去这个海外的这个去诟病 今天新鲜市场的国家 都到海外去诟病 昨天大家看到报纸 看到这个印度的这个钢铁的公司 这个TATA 在TATA去把这个美国 那个英国的那个rover 那个汽车这个买了过来 他讲了说他买这个汽车 他说这个他要的这个是财 人才啊 所以他要的这个 他其实他并没有说 要把这个什么汽车的工厂 搬到什么印度去 也没有说要把这个车子 但是他觉得说我印度加拿大有非常大的这个市场 那我我这个技术还不行 但我自己现在这个 呃 马上这个有了这个财力 那我要的这个事实上 是要去争取这个人才 所以我们今天台湾要争取的是什么 争取这个全世界的这个这个人才 就是那你有这个人才 就这个人才是一个知识 那你有这个knowledge 那知识就能够带动财富 知识就能够创造财富 再讲这个新鲜世界国家 他这个例子就是印度的这个全世界最大的钢铁公司 印度的这个米塔尔 米塔尔的话那在前年的时候 把这个全世界第二个钢铁公司 就是这个乌森堡的这个阿塞洛给诟病了 所以叫做这个这个米塔尔阿塞洛 那这个世界全世界超过10%的市场的债用率 那这个大家要注意到这个是新兴市场国家 新兴市场国家 那中国大陆现在的这个思路也是走出去 那走出去是什么 是中国大陆结合这个欧美的资金 去诟病国外的企业 再来整个台湾的公司或者是怎么样 所以举个例子 联想联想去诟病IBM 联想拿的是全世界私募股权基金 Nlanding TPG这些人的资金 跑去把这个IBM 请问我们联想 难道他比我们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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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业达比我们这个伪创 给我们人保更有条件去做这个事情 当然没有 但是呢 他有这个走出去的一个胸进 所以台湾今天的这个价值啊 整体上来的时候 你现在可以看到就第一个阶段 台湾的这个价值呢 会回回来 就是过去为斯康尔的回来 但是你能不能再上去 这个很难说 这个回来的时候 还受到两股力量的这个牵扯 一个是这个美国的这个力量 另外一个是这个中国的这个力量的牵扯 各有这个好坏 你说所有的电子股是受到这个 美国的这个力量牵扯 但是我跟他讲电子股 你一定要走向创新 走向品牌 走向这个世界 这个朝这个方向 如果你是在中国的话呢 你要赶快挑出这个中国的市场 像你要 因为你挑出这个中国的工厂 你要利用这个中国的市场 那再往下面的时候呢 你要 你把价值要再上面的提升 就是我刚才所提到 你必须要做根本性的变革 你必须要做根本性的改革 今天很多的这个企业上的企业 只是说 我现在好像把它 看上我现在这个 哇 你信息又发了 我过去了 这个愿意就出了 但你没有去自我的检讨 你没有去自我的思考 你没有去自我的专心 所有的这个企业这边做的 就是要做fundamental的这个变革 三星为什么成为世界一流的企业 是因为三星在十几年前 他觉得说我 我只是做这种的做三流产品 人家国外根本就没有 所以三星他必须要做 我要说整个的这个运动 所以他今天的这个手机 变成这个全世界 仅次于这个诺基亚 变成全世界这个第二大 超越了这个Motorola 那你要这个 这个你要你要看这个其他的 这个很多这个韩国的银行 为什么他这个转 因为韩国银行在98年 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 他就在这个内博的危机的时候 就经过了一个阵盘 他就完全的改革 引进私钢基金 然后把所有的这个打掉 经过了这个很多很多的一个正统 很多的一个这个改组 更重要的要能够整个上来 台湾的这个资本市场 这个会儿今天要真正做的话 一定要能够作为一个 奖励创新的资本市场 所以全世界的话 大家讲说 刚刚刚提到一个本益比 前面这个资本市场的台股 这个港股现在 大家虽然在什么不好 给大家一个参考的数据 就是这个这个礼拜呢 这个旺旺 昨天在这个香港放台上市 旺旺它的放台上市 它的本益比 它是一种2008年的获利 就今年今年还没有过完 所以这是个预测的获利 它的定价的虚间 是20倍到27倍的本益比 那这个等于前一年的获利 一般我们定价 因为是跟前一年 因为今年还没有这个过完 所以它等于它2007年的 26倍到35倍的本益比 那只是因为现在的股价很不好 所以它是用这个下行定价 也就是2007年的 盈利的26倍的本益比 等于2007年的 2008年的盈利的 20倍的本益比 如果照那个上限的话 是2008年的盈利的27倍 跟2008年的盈利的35倍 那台股现在一般的 如果你IP的本益比 大概一半 大概十二十倍 十二三倍 十四倍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数字 那当你A股的话 是20倍 25倍 但是你有看到中国大陆 现在这些创新型的这个企业 它在A股上市呢 没有一家 它都跑到美国去上市 它跑到纳斯达克去上市 它跑到纽约政策交易所去上市 为什么 因为它呢 是可以奖励创新 奖励Business Model 它比的是四五十倍的 等于 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大陆 有做这个像 东森购物一样的 这个家属国际 这个是 这个 它是电视购物的公司 已经跑到这个美国 这个去上市 我们看到中国大陆 做两颗星的经济型酒店 这个连锁口票的这个 这个公司 Honey 无家 在美国上市 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在电梯里面 挂一个小荧幕的 这个 这个Focus Media 台湾也有分众传美 比较上市 职业公司在四五年的时间之中 它的市值是 四十亿 五十亿 六十亿美金 它的本益比是 四十倍 五十倍 六十倍 所以你看 随便看到这个市场的时候 讲到本益比的高低下 最终的时候 你必须要有根本的改变 你必须要创新 然后这个市场 必须是开放 然后所有它有一个 大家都是认同 奖励 并且去reward 这个创新 那才能够 把台湾的股市 再带到下面一个经济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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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